今年的很多伴導體電 早期在台北南港 電南館規模要電出三天 雖然目前伴導體經濟不太好 但是今年的規模是有所來最大 包括美國、荷蘭、日本 及德國上十個國家 都小國家全區 伴導體產業協會是意志工 AI還有電腦 server 會傳領伴導體產業獲取 專家也意志工 2030年伴導體產業會達到 一條美金的規模 製造政管規定中最煩惱 就是頭痕的影響政管領域問題 有業者開發 都得政管保安處分 除了強調最多發電量 相關政管保安的問題 也不用設計規導生成本 我們所想像的到的灰塵 它通通不行 那麼它在一個非常 需要捷徑式的範圍裡面 這是我們手臂的特性 在所有金源 所有產業裡面的工作 通通可以適用 也有其他的夾价 將機海食手骨和 快速換掉機構做夾合 一次就能做 尤其中無鋪做夾 包括蓄儲 兩面包店做夾 先賣很多時間的成本 我們可以組裝出一個完整的產品出來 搬運的輸送袋上面 我們就可以節省了很多的時間 那單一的手臂 我可以做出不一樣的動作 我就可以節省到很多的成本 經濟通計 今年的國際販毒鐵店 出現950間出現 3千多的單位 除了有很多新技術寄贈 尖對未來販毒鐵是否有錯 請來美洲販毒鐵協會 加大村正行分析 有錯接下來的販毒鐵 會進入販售出色 Further projects a positive rebound in 2024 with global revenues expect to reach 581 billion dollars representing a 12.6%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e can reasonably expect a similar upward trend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revenues 受到AI 電腦主機上三夕帶動一下 半導體三夕會漸漸擴大 行政議長丹建議更加大型 政府會專民支持半導體三夕發電 本國半導體領先電位 記者綜合不得